上一集就讲完绿色债券 今集就讲专为老优机而设的银色债券 香港政府在今年10月就会发行新一批的绿债和银债 也都率先公布了今轮的银债的保底息不会少于四厘 低过去年保底息五厘 有不少前两年又早会开定期存款的观众 可能都会觉得这个息率不算太吸引 但预期美国将会报入减息周期 港息也都会更减的情况之下 对于想稳定保管分散投资的收息一族来说 仍然有这样的吸引力 AMTV接下来会为大家整合今轮银债的认购攻略 至于陆债相关的资讯可以重温上一条片 今轮银债的认购期由9月30日的早上9点 到10月14日的下午2点 预计会在下个月的21日公布分配结果 同月23日上市 是批切二手市场和暗盘交易 在2024年前满60岁 即是在1964年或之前出生 和有香港身份证就可以申请认购 今年银息债券的目标发行额是500亿港元 并会按认购情况加码到最多550亿元 同以往一样 每收入场费1万港元 为期三年 每半年派息一次 银债的利息是和通胀挂勾的 所以息率回报是浮动的 即是浮息 浮息是根据政府统计处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以最近6个月的按年通胀率计算 但预计未来很难出现高4%的通胀情况 所以照样按4利息计算 每手银债可以每年收到400元的利息 三年就会收到1200元的利息 如果有看过我们每个月做的定期存款懒人包 就会发现现在不理是长定短的定期连累率 都很难可以高过4厘 银债也采用了循环配发机制 而每个人的可获派上限是100手 即是如果市场申请总额低过500亿元的话 所有合资格的申请价都可以获派一手 如果银债比较受欢迎 申请总额高过550亿元 而有少过发行上限的550亿元的话 就会存额满足所有合资格申请 剩下的债券数目就会再一次派发 数目不足的话就会以抽签形式配发 记得每个人只可以递交申请一次 所有重复申请都不获受理 一开始已经说过 银债是不可以在二手市场买卖的 因为不会在港交所上市 如果想提早套现 可以原价加上相应累计的利息 不是回政府 同收息股和陆债相比 虽然不会有股价上升带来的惊喜 但胜在风险接近零 不会赚息涉价 所以银债其实和活期存款更加相似 但可以锁定长时间的高利率回报 又刚好到了减息周期 而且银债的认购资金门栏也较定期低 流动性又比银行定期高 相信今年的认购反应都会很热烈 那要预留多少资金和抽多少手银债号呢? 根据2023年纪录 最终每人最多获发23手 并扣22手核以下银债获得全数配发 如果今年申请者同样获派23手 按照今年保证息率计算 一年合冠获得保证利息9200港元 持有足三年的话 保证利息是27600港元 刚刚提及的银债可以随时属回 并可以享有持有期间的利息 部分银行也会为退款提供存款优惠 所以根据过往的情况 如果想投资银债可以买多几手 资金充裕的老友记也都可以选择抽尽 考虑抽25至30手 当然一定要视乎自己的资金流动需求 另外有不少银行和券商都提供多面优惠 包括营购手组费 代收利息费等等 也都会为未中签的资金退款提供存款优惠 不过记得要留意优惠是否全面 例如有没有豁免提早熟回费等等 有兴趣了解多些这个平台 或者如何申请认购 就记得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再做一期详细的教学吧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